玩过蛇蛇的都知道 蛇蛇拥有两个超大号的保温杯 而身为国师的张狼鹤为了不引人注意 他盯上了不受从的九皇子 成为他两个保温杯的定期保养对象 此时的九皇子谢回舟正在好友的生日宴上 只是小酌了几倍 谢回舟不知怎滴就感觉脑子昏昏沉沉 身体也莫名地发热难耐 不知过了多久 他感觉自己好似躺在了一个地方 随后前胸像是被一个暖炉紧贴着 而且他推得越用力 胸前的暖炉则贴得越紧 不然 他感觉有冰凉的 带着灵片的东西缠上了他的腰肢 如冰冰凉的浴室一样 谢回舟像是沙漠里遇到了冷泉 忍不住蹭了蹭 而此时他的腿部正有两根类似大钢筋的东西叙事待发 谢回舟身上莫名变得凝呼 下一秒 后背便传来了一阵撕裂的疼痛感 不知道过了多长的时间 谢回舟终于从醉酒的状态中清醒过来 喝酒喝多了脑袋还在止不住的剧烈疼痛 待他仔细一看才发现自己身上空无一物 而周围也是一片狼藉 身上的疼痛感让他瞬间想起前几个时辰发生的一切 转头看到身旁之人时 谢回舟被吓得久一全无脸也跟着顿时煞摆 完了 堂堂国师竟被自己给睡了 谢回舟心想自己的这条小命也算是到头了 原来谢回舟是一名穿梭者 他穿到的是衣室无忧但备受忽视的九皇子身上 原生的九皇子剑色起义缠上了主角兽的身子 而作为主角兽众多被开宫当中的博师 张兰赫得知此事后 九皇子就被他轻而易举地暗杀了 谢回舟为了活命他极力地降低存在的 他不打算喜欢什么主角兽也不想和博师碰面 他就想这样衣食无忧备受忽视地活到老 乃至千躲万躲最后竟躲到了正主的怀疑 谢回舟看着身旁之人他感觉死气可能要提前了 见张兰赫还在熟睡之急 谢回舟得赶紧离开作案现场 可别被张兰赫知道昨夜之人是他 谢回舟快速穿好了衣物趁着夜色悄悄离开 而身上的动作还是惊动了生性警惕的张兰赫 你是谁 不要走 让我看看你的样子 张兰赫隐约记得与他一夜风流的人是个美人 他想知道美人长什么样 而这番话在谢回舟听来的意思却是 让我看清你的脸 这样我才不会杀错人 结果吓得谢回舟把没穿完的衣服抱起就跑 他可不想因为亵渎国师而被提前杀了 谢回舟特意夹着嗓子道 在下冒丑就不玷污大人的眼睛了 在家你的技术太差 我不喜欢 说完他便从窗户跳进土水之中游走 关于今夜失身之时 他就当作被狗咬了一口 只要打死不承认也没有人能耐他喝 话是这样说 但回到家后的谢回舟腰间突然传来一股凉意 他反复确认后整个人都傻眼了 身上除了各种大小不一的红斑以外 腰间还多出了一道银色的蛇心纹灵点 若隐若现地从腰侧一直蜿蜒而下 绿色的眼睛就像两颗脆了毒的玉石 像一条毒蛇吐着蛇性子紧紧缠绕着他的腰间 这不巴比Q了吗 这和狗狗尿尿标记了一处地点有什么区别 玩过蛇蛇的都知道 蛇蛇拥有两个超大号的保温杯 而身为国师的张兰赫为了不引人注意 他盯上了不受宠的九皇子 成为他两个保温杯的定期保养对象 昨夜酒楼里的九皇子谢回舟内 叫一个腰酸背痛屁股酸 奈何对方是连皇帝都不放在眼里的博士张兰赫 于是气得他只憋出一句 你技术太差我不喜欢后就逃走 并昨晚没看清谢回舟脸蛋的张兰赫 此刻正在满城的寻找 正在府中躺着的谢回舟得知此事后 那叫一个慌张 心想这段时间还是手出门为好 免得一不小心就一命无呼了 就在这时他的损友李旭走了进来 一脸愧疚地走向躺在床上的谢回舟 都怪我 要不是我硬要拉着你跟我过生辰也不会这样 李旭以为只是单纯的生命 当他看清谢回舟的脖子和手臂上 都是轻一筷子一筷 瞬间明白了 愧疚的表情瞬间转换成兴奋加好奇 不知是哪家姑娘能让舟舟如此动心呢 文言谢回舟想到了张兰赫那个索取无度的家伙 他都明说了不能继续下去 可那家伙还是不管不顾 谢回舟脸当即就黑了 不可能 我不可能和他在一起 见状李旭只能灰溜溜地不再追问 不久后李旭便打到回府了 在回去的路上 他遇到了张兰赫的手下正在四处搜人 他暗暗心想 也不知道是哪个倒霉蛋惹到了博士还想跑 这么好玩的事情 等会儿要跟周周说说也让他开心一下 而此时的谢回舟躺在床上猛地打了一个喷嚏 喝了近一个月左右的苦药 谢回舟的身体这才养好了大半 为了防止张兰赫茶到自己头上 外加想报复一下这个不知减点的家伙 他让手下的人散播了各种稀奇古怪的留言 比如博士记不如人 或是博士患游影机等 而且亲自为张兰赫编写了几篇剧情带胆的小小书 另外还亲笔画了几张张兰赫不堪入目的画作 谢回舟看销量这么好真是大快人心 没等他高兴多久 腰间的蛇行文鳞天突然发热 身体也莫名地传来一阵不适感 看大门的下人匆匆来报 殿下 不好吗 博士过来了 好 谢回舟猛地站起身了 随后以最快的速度跑回房间缩进了被褥里 听手下的人说九皇子生病呆在府中一个月未出 带着一丝希望的张兰赫这才找上门来 在过来的途中刚好逮到了刚从谢回舟那里回来的李旭 张兰赫虽说是国师 但和李旭也沾了点亲戚关系 于是好奇心上头的李旭大胆开脉道 表兄 你真的有隐疾吗 文言张兰赫眉心微醋 心想这只小狐狸一个月了都没逮到 结果还被他各种扭曲事实家造谣 这只狡猾的狐狸 以后有你好受的 张兰赫过来后直径向谢回舟走去 臣参见酒店下 而谢回舟则躺在床上露出一脸虚弱的模样 他不敢出去 因为此刻他腰间上的蛇行纹鳞片正在蠢蠢欲动 除了这被褥就相当于自首 谢回舟猛地咳了几声随后用沙哑的声音道 国师来了 奈何我起不来啊 张兰赫也不是个好骗的主 他当即下令让下人将老太医请了过来 老太医把脉之后脸色一沉 不得了啊 酒店下 您这身体也太虚了 老夫从一几十年 还是第一次见到身体不如七十老手的人 老太医成应片刻得出了一个结论 他意味深长地看着谢回舟 老夫给您开几副要好好养着 酒店下切记切记要禁狱 文言谢回舟脸羞的通红 心想老太医你可闭嘴吧 给我留点面子可以吗 而一旁的张兰赫心想 这般好色之人并不可能是他心心念的小狐狸 殊不知这是某个人太过凶猛 都过去一个月了还能被老太医诊断出来 玩过蛇蛇的都知道 蛇蛇拥有两个超大号的保温杯 而身为皇子的谢回舟竟还惹到了一条 全是滔天且不知节制的 结果这都过去一个月了 还被老太医诊断出来有点虚 此时站在身旁的罪魁祸首却暗自心想 谢回舟这般不知检点之人 定不可能是他心心念的小狐狸 好小只 差点就有老婆了 自以为谢回舟不是那晚之人 后张兰赫扶袖而去 顺便还带走了一张谢回舟 放在桌子上的画作 这一举动把谢回舟吓得不轻 还好自己把国师那不堪入目的画作收起来 不然的话就遭殃了 确认谢回舟跟那晚之人没有关系之后 一段时间张兰赫都没有再去找谢回舟 没有人盯着自己 谢回舟那叫一个潇洒不已 百无聊赖了一段时间后 他收到了来自八皇子谢霆春 邀他一同去春兽的邀请 玩球 这不明摆着要给自己下套吗 春兽就是个下黑手的好时机 到时候肯定会找个机会把自己给卡了 而且谢回舟还是个不受宠的皇子 即使是答了也无人在意 谢回舟细思疾苦 要不是一个月前在酒楼里和八皇子有矛盾 他还真的就相信他的这位好哥哥了 谢回舟突然脑子一准 心想踢到我你算是踢到钢板了 于是春兽当天他带着三两好友前去赴约 他倒是要看他这位好哥哥是要怎么谋害自己的 到春兽场地不久后 那个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国师张兰赫也来了 这可把底下的小喽喽们吓得不轻 纷纷议论这种小场面的春兽国师大人怎么会来 背下的最严重的还属内腕和张兰赫私混在一起的谢回舟 而张兰赫来此的目的也很简单 就是看看能不能逮到他找了一个多月的小狐狸 谢回舟心想不对 自己现在没必要害怕他 因为他已经不怀疑自己了 于是谢回舟又把重心转移到八皇子这边 他让暗卫给自己易容成了一个大众脸 属于乍一看很熟悉 但不久后就会忘记的脸 他穿上暗卫的衣服随后与自己的暗卫溜溜进了八皇子的队伍 谢回舟竖起耳朵仔细一听 哟 居然是暗杀自己的全部计划 幸好他早就做好了应对的准备 不仅要让他们刺杀 还要把这件事闹大 让八皇子知道什么叫踢到了铁板 谢回舟跟自家暗卫交代完要怎么应对后便离开了 走了一段路后他发现了几道熟悉的身影 是国师张兰赫和主角公主角兽正在聊着什么 此刻的主角公正在把主角兽固在身后 谢回舟看着这般修罗场面 心想莫非是主角们开始走剧情了 来都来了 谢回舟就躲在远处观看着三人的拉扯 但谢回舟不知道的是 张兰赫其实是在问主角兽一个月前的那晚 有没有遇到一个喝酒喝到神志不清 或者应该说是喝了背下了药的酒的人 哪知主角公却误以为张兰赫是在跟主角兽搭讪 于是就出现了主角公将主角兽固在身后的画面 而待在远处听不清的谢回舟以为这是修罗场 见场面越来越剑拔弩张 听不清他们在说什么的谢回舟往前挪了几步 好家伙 踩到树枝了 声音虽小 但身为舌舌的张兰赫却听得一清二楚 谢回舟还没来得及反应身后就传来了一道低沉的声音 看我发现了什么 一只藏起来的小狐狸 吓得谢回舟撒起脚丫子直接跑 张兰赫一边追一边命令他停下来 谢回舟那个皇帝爹从小就不管他 他自由惯了 现在对张兰赫命令式的语气一点也不怕 他就怕自己跑得太慢被他抓住 我是大人 有本事你就抓我 抓不到就别放狠话 你是命令不动我的 说罢谢回舟加快了逃跑的速度 清灵的身影就像是一只灵巧的小鹿消失在林间 张兰赫见这身影像急了那夜和自己那啥后跳进湖里逃走的人 见状本来慵懒的张兰赫嘴角勾起一个弧度 随后下一秒就逮到了这只跳脱的狐狸 张兰赫打扰着谢回舟的这一身打扮 安慰的模样 你是谁的人 张兰赫心想怪不得一个月了都找不到人 原来是个不在人前显露山水的安慰啊 谢回舟仗着自己披着假皮 他毫不犹豫地坑着八皇子 他的态度甚是嚣张 还一副小人得知狐假虎威的模样 听好了 我是八皇子的暗卫 正在为主家伴要警示 别敬酒不吃吃罚酒 不然我们八殿下饶不了你 谢回舟暗自窃喜 我的好哥哥 请务必要背好我丢给你的大锅呀 张兰赫不想和他多费口舌 他伸手就开始扒拉谢回舟的衣服 吓得谢回舟往后退了几步 没想到国师是这样的人 你竟然藏我身子 要是八皇子知道的话 并不会饶了你的 本来找不到人就烦 结果发现一个可疑的人后 还一口一个八皇子的 更让人心烦了 而此时谢回舟腰间的蛇纹 又开始躁动了 似乎是在兴奋张兰赫的接近 吓得谢回舟脸色大变 护着衣服的手又更用力了些 没有耐心的张兰赫 直接用剑划破了谢回舟的衣衫 随后便露出了一节白皙的腰 腰间上银色的蛇纹若隐若现 甚至还又过来讨好似的 蹭了蹭张兰赫的指尖 张兰赫斜嘴一笑 身上还带着我的印记呢 终于抓到你了 小狐狸 见状谢回舟猛地往后退了几步 跟他拉开了距离 那个 我们不熟 人与人之间还是要保持距离的 谢回舟心中有些忐忑 心想坏了 他因为蛇纹在张兰赫面前暴露 但好消息是他易容了 暴露了但又没完全暴露 情况越紧急他越要冷静 不慌 不虚 他还能带晚安 实在不行他还有暗卫呢 只要他一声令下暗卫 就可以将他带走 闻言张兰赫步步紧逼 我们不熟 是吗 你若是失忆了 那我们可以现场重温一下 那夜的来容去脉 说不定你就可以想起来了 顺便好好想想 我到底是不是有影集 玩球了 都说饭可以乱吃话 不能乱讲 谢回舟这回算是体会到了 那天我说错话了 我道歉总行了吧 我是迫不得已的 张兰赫根本就不听谢回舟的狡辩 他一心只想将这只狡猾的狐狸 抓回国师府 乃至谢回舟却还在 左一个八皇子又一个八皇子的 国师大人 我是八皇子的人 我要为他守身如玉 闻言张兰赫脸都绿了 见状谢回舟心想 很好 八皇子已经上了张兰赫的死亡名单了 谢回舟一边说着一边 还不停示意躲在暗处的暗卫 赶紧接我走 在暗卫接自己逃走之前 又踩了一脚八皇子 有本事你去八皇子那边抓我呀 我跟八殿下恩爱无比 他死都不会交出我的 说罢谢回舟就消失在了一阵奴物中 国师大人就不要再与我纠缠了 有事就去找八皇子 张兰赫的脸当即沉了下来 好不容易找到了星星念的小狐狸 结果不仅讨好了 而且嘴里还一口一个八皇子的 张兰赫与谢回舟分开不久后 狩猎场内开始暴乱 八皇子记得自己也就派了十几个人埋伏起来而已 怎么一下子多了那么多人 而且还不分敌友的在狩猎场上随乱追杀 八皇子冷汗都出来了 这么多人要是在他主持的春兽上出了问题 他那几个兄弟肯定要在父皇面前弹劾他 在场的张兰赫虽身为国师 但他才懒得管 他还希望这是闹得越大越好 这样小狐狸才知道只有待在他的身边才安全 而此时撕掉假皮用真实面目回来的谢回舟 默默地看着这一切 他暗暗窃喜 是成了 八皇子这是闹得越来越大 最终闹到了皇帝那里 虽说惩罚不是很重 但也失去了很多大臣的信任 八皇子离他的皇帝之位又远离 回府后的张兰赫辗转反侧难以入眠 只要一想到自己心心念的小狐狸和八皇子 四混在一起就难受得不得了 于是几天后便闯到八皇子府上要人 八皇子对张兰赫的这一举动表示不解 心想自己也没惹到国师 这突如其来的造访让他有些摸不着头脑 把暗卫拿给别人瞧 这不就是把自己的底牌交出去了吗 奈何国师态度强硬 加之自己现在的处境不宜反抗 最后还是将暗卫全都叫了出来展示在张兰赫面前 张兰赫一眼便瞧出来他心心念的小狐狸不在里面 他择了一声道 就这些人吗 文言八皇子怒火中烧 他直截了当道 本殿下就只有这些人 国师莫不是觉得本殿下故意把人藏起来了 八皇子心想再怎么为难他 他也拿不出一个不存在的人了 见状张兰赫很快就明白过来了 自己又被那只小狐狸给骗了 狡猾的狐狸 嘴里就没有一句实话 张兰赫心想下次逮到他定要他屁股开花才行 张兰赫早该料想到的 当时看着那双细皮嫩肉的手时 就知道对方不可能是干粗活的 对方根本就不是什么暗卫 甚至都不是八皇子底下的人 张兰赫复盘了一下 他们第二次见面时所说的话 他大概明白了 小狐狸并不是八皇子的人 更像是跟八皇子有仇 然后故意借自己的手来对付八皇子 想到这张兰赫顿时兴奋了起来 心想不愧是自己看上的人 狡猾又有趣 这下有的完了 搞清楚一切后 张兰赫便离开了八皇子府 他独自一人来到了闹市 他记得小狐狸喜欢热闹 那这种人多的地方 必定有他的踪迹 就在这时 他在闹市之中 看见了一道熟悉的身影 此时的李旭捧着一本书 不知在鬼鬼祟祟的作圣 张兰赫上前去拍了拍他的肩膀 你在干什么 李旭本来想把刚印好的新画册 拿给谢回舟看看效果 没想到撞到了国师张兰赫 他心脏都快跳到了嗓子眼 李旭心想今天出门没看皇帝 这下倒大没了 这画册可是抹黑张兰赫的连环画 要是被他看到了那还了得 李旭将画册藏在身后支支吾吾道 这只是一本平平无奇的春宫图而已 下流无耻至极 您不适合看这个 巧了 越是不让张兰赫看的他越是要看 突然 李旭觉得脑子晕乎乎的 等他清醒过来是画册已经在张兰赫手中了 李旭看着张兰赫翻阅着画册他心如死灰 张兰赫随意翻开看了一下 看到熟悉的画风他愣了愣 且不说内容 这画册与他之前从谢回舟那里拿走的画作十分相似 几乎可以确定是出自同一人之手 张兰赫看着画册里的人物轻笑了一声点评道 这是一本很有趣的画册 他的笑让李旭鸡皮疙瘩躲起来 心想国师这什么意思 看到诋毁他的画册怎么还不开骂 张兰赫十分霸道地顺走了李旭的画册 这本我就带走销毁了 画是这样说 但其实他是想拿回去仔细瞧一瞧 这位九皇子是怎么诋毁自己的 拿回家后张兰赫越看越不对劲 画中的某些动作和角度让他感到十分熟悉 就好似亲身经历过一样 待他仔细一看才发现谢回舟画的画真仔细 就连自己身上某处的那颗置位置都是对的 但平日里张兰赫的衣服紧紧包裹着他的身体 根本就不会有人知道这些隐秘的事情 而目前知道此事的就只有一人 就是那夜和自己那啥后神秘消失的少年 张兰赫顿了一下 他心中顿势明朗了 原来那只狡猾的小狐狸就是你啊 我的酒店下 看来是那夜被自己折腾坏了 不敢在明里和自己对着干 只能悄悄地在暗里画画册诋毁自己 怎么办 小狐狸还有点可爱呢 看似高棱且一脸生人物尽的国师 谁承想追起老婆来也是一套一套的 自从张兰赫知道谢回舟是那夜之人后 他比没找到人的时候还要难以入眠 他现在满脑子都是自己和谢回舟的各种废料 恨不得将人掳回国师府日日盯着 别业守着才安心 皇帝怎么都想不到 本来是想将张兰赫和这个不受宠的九皇子捆绑在一起 随后借九皇子来削弱张兰赫的权利 谁承想竟给张兰赫送去了一个香香软软的大老婆 张兰赫正愁不知道要怎么接近谢回舟呢 这不就是一个好机会吗 结果激动的鸡都还没打名呢 就已经到了谢回舟的别宫门口 谢回舟最大的爱好就是白烂 每日都是睡到日上三干才会起 而醒来后就是画点小色图赚外快 哪知他那皇帝爹不知道是抽了什么风 自己都被忽视这么多年了 现在突然被重视了起来 而且还将自己丢给国师教导 真是造孽 不能睡懒觉不说 就连他平日里那点小爱好都得东躲西藏的话 而且还有随时会被张兰赫发现的风险 谢回舟睡意未消 他眯着眼睛一脸不情愿地走出了门 刚走出门腰间的舌纹就开始发疼 谢回舟大胆不妙 他猛地看向面前的马车心想 糟糕 国师在里面 只是去国师府学习一下 这大可不必让国师亲自过来接吧 张兰赫像有所感应一般 他拉开车帘露出一脸微笑 随后殷勤地伸手邀请谢回舟进去 酒店下 陈亲自来接您 见状谢回舟倒吸一口凉气 见时尚快到了 他只好硬着头皮上了张兰赫的马车 谢回舟从未如此近距离接触张兰赫 现在近在咫尺的距离 他甚至可以看清楚对方脸上的小绒毛 不过别的先不说 张兰赫这脸长得可真俊 谢回舟觉得这张脸太有冲击力了 他怕看久了容易看弯 于是把头转过去假装在看窗外的风景 但谢回舟感觉背后凉嗖嗖的 总感觉身后有一双炽热的目光死死盯着自己 待他转过身来时 却对上了张兰赫那不佳掩饰的双眸 国师这般盯着我 我背上是有什么东西吗 文言张兰赫用清冷且富有雌性的声音道 陈只是在想酒店下的名字甚好 不知殿下是否有小名呢 谢回舟察觉到张兰赫正意味不明地看着他 神情很适愉悦 就像是得到了什么有趣的东西 这让他很不爽 谢回舟冷淡道 没有 母妃难产过世 父皇又不管我 文言张兰赫叹了口气 可惜了 谢回舟小小的脑袋大大的疑忽 心想这有什么可惜的 国师这是要喊自己小名不成 谢回舟身体不由地打了的喊着 真不敢想象张兰赫用这张脸 喊着周周二字时的模样 谢回舟以为张兰赫会是个高冷人设 结果没成想境叙叙叨叨地说了一路 说以后要教谢回舟洗舞啊 读四书五经啊什么的 张兰赫的声音甚是悦耳 但在谢回舟看来 这跟上早八听老师讲课没什么区别 本来就起得早的 谢回舟现在已经昏昏欲睡 几次打盾都差点扑到张兰赫怀里 见状张兰赫只觉得好笑 他不动声色地看着 谢回舟能坚持到什么时候 他有意无意地提前张开了双手 突然一个颠簸 谢回舟猝不及防猛地 扑到了张兰赫怀里 张兰赫借机抱住了谢回舟 随后假意露出一脸担忧之色 哎呀 殿下您没事吧 说吧他还趁机伸手 偷偷摸了一把谢回舟 果然没错 这一模一样的手感 让他更加确定了 谢回舟就是内腕之人 众人眼中一事无成的草包皇子 哪知一个不小心 惹到了权势滔天的国师 结果被国师赶鸭子上架 似的逼上皇位 而皇位也是国师 将皇子锁在身边的手段之一 自从张兰赫确定 谢回舟就是内叶之人后 他已教导皇子之名 每日都将谢回舟 接到国师府来日日盯着 张兰赫为了防止谢回舟 发现自己已经知道 他就是内叶之人 为了不打草惊蛇 让这只跳脱的小狐狸跑路 张兰赫就像太傅一样 教了他很多东西 但一心只想摆烂 不想趟这浑水的谢回舟心情 书是不可能念的 摸鱼是少不了的 谢回舟趁着张兰赫临时不在 他开始在书房里晃悠了起来 一眼扫过去 他看到了一些熟悉的书册 心中猛地生出一种不祥的预感 谢回舟趁着四下无人 偷偷打开来看 好家伙 这不是自己暗地里 为了诋毁张兰赫而画的小色图吗 他的脸顿时爆红 现在的他只能默默祈祷 希望张兰赫不知道 这些不堪入目的图是他画的 就在这时谢回舟听到脚步声越来越近 吓得他连忙将那些画册归还原位 只见张兰赫手中 拿着一个黄色的东西走进来 见状谢回舟突然感到不明 国师 丙手中 怎么拿着一道圣旨 张兰赫将手中的圣旨递了过去 殿下你要去主持这次的科举 这是皇上的旨意 闻言谢回舟感觉自己要和百烂的生活说白白了 明明被忽视了那么多年 现在突然又是抬举他 又是给他整活的 就不能让他老老实实地当一只小米虫吗 他只想做一个不问世事的瑟瑟化士 而此刻张兰赫的心境却截然相反 众人都认为谢回舟是一个一事无成的草包皇子 但张兰赫偏要把他推向神坛 他不容许有人看清谢回舟 此时谢回舟内心的问 谁 我妈 对于所有追逐权利的人来说 容易是他们梦寐以求的东西 但这也是求疑 困住了不少人不得不停留在京城之中 如果能让谢回舟不走的话 皇位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得了这等肥差 按照惯例谢回舟得进皇宫里亲自谢恩 而谢恩必须身着皇子福 张兰赫差人给他送来了皇子福 他目光灼灼地盯着谢回舟 殿下 礼服繁琐需要陈替您更衣吗 自认为没有掉脑的谢回舟 只觉得博士撞写了要给自己换衣服 堂堂国师若是亲自为他更衣 这要是传出去他们可就不清不楚了 更何况现在的博士 还有一个号南风又有影集的名声 谢回舟猛地抢过衣物 他把张兰赫往门外赶 博士 你可是在青天间里祈福的博士 不是我的贴身太监 这种粗活不该由你来干 麻烦出去一下 谢谢 见状张兰赫只觉得可惜 他真想把谢回舟身边的人全部赶走 然后将伺候谢回舟的活全给包了 谢回舟换衣服换到一半 他突然感觉背后有一双眼睛盯着自己 他猛地回头一看 近看到一条银白色的小蛇蛇倒挂在宫中 眼珠子正在好奇地打量着他 谢回舟仔细一看 发现是一条漂亮的银白色小蛇 看起来温和无害还无睹 是个人都能捏死的那种 小蛇蛇歪了歪可爱的小脑袋看着他 果然在可怕的东西 只要变成迷你版的都会可爱无比 谢回舟壮着胆子摸了一下蛇蛇的脑袋 冰冰凉凉的触感 就跟博士一样 是他第一次撸蛇吗 与此同时 张兰赫突然感觉到身子被人摸了一把 而且还是上上下下摸了个遍 他察觉到是分身出了问题 他瞬间附体到小蛇蛇身上 他倒是要看看是谁如此色胆包天 竟不知羞耻地对他上下起手 通过分身的视线 他看到了谢回舟正在触摸着他 本体与分身感重生受 谢回舟温热柔软的手正在触摸着分身 这根直接摸了他没有什么区别 站在门外的张兰赫露出一脸邪笑 变下宁的举动太大感 真是让陈受宠若惊那 张兰赫剑有机会 于是他便操控分身开始使唤 只见小蛇蛇顺着谢回舟的指尖 黄黄往上爬 银白色的蛇区突然缠绕在一起 如意跟银链将谢回舟光洁的手腕锁住 该说不说这画面还有点色色 谢回舟心想这画面可以作为素材 回头他就画到他的画里去 给保守的古代人一点点小小的色色震撼 谢回舟尝试着从银蛇的缠绕中脱离 哪知这条蛇越缠越紧 他甚至还能从小蛇蛇的身上看出一脸得意 真是奇了怪了 难道这蛇是成精了 谁家博士会对皇子图谋不轨啊 而且还是条深藏不露的蛇腰 狠起来连自己的醋都吃的那种 就在刚刚谢回舟英得了主持科举的差事 准备换上皇子服去皇宫谢恩的他 却发现有一条银白色小蛇正歪着脑袋盯着自己 看小银蛇那么样甚是呆蒙可爱 他情不自禁地上手摸了几下 这还是他第一次撸蛇呢 与此同时 国师张兰赫猛的感觉有人摸了一把他的身体 而且还是上上下下摸了个病 他察觉到是分身出了问题 于是他瞬间附体到小银蛇身上 通过分身的视线 他看到了谢回舟正在触摸着他 见状门外的国师斜嘴一笑 他操控着小银蛇往谢回舟身上爬 无论谢回舟怎么甩都甩不掉 照这样下去他都不一定来得及进攻谢恩 交集中他不得不向张兰赫求救 谢回舟喊出来的声音微微有些颤抖 张兰赫心想不能把谢回舟吓唤了 过了一段时间他才慢悠悠地进来 看到谢回舟手腕上的银蛇石还假装惊讶 殿下 这是我的爱宠小白 之前冬眠去了 春天醒来还不见踪迹 原来是藏在这里了呀 说吧张兰赫伸手将分身取走 小银蛇十分不情愿地离开谢回舟的手腕 而且还对张兰赫发出了威胁 见状张兰赫对分身吃起了醋 看向小银蛇的眼眸一冷 居然吓到了殿下 那他最该万死 沉着就去把他炖成蛇羹 好家伙 是个狠人 吃起醋来连自己都炖 谢回舟没想到张兰赫这么狠 他急忙拦下道 不怪他 是我先动的手 见他长得好看心生血 你何必伤一条无辜的小蛇 谢回舟心想自己只是摸一摸就要炖蛇羹 要是摸一摸别人还不得炖人 一得机会张兰赫就顺水推舟将自己的分身送了出去 既然如此 那不如赠送给殿下吧 他可以护身 平时也不用管他吃喝 他自己会去等力 一听到命令 小银蛇就像一根剑搜的一下弹跳出去 他缠上了谢回舟的手腕 不仔细看的话不会发现他是活物 更像是蛇心首饰 本来就不会穿皇子服的谢回舟 在家和小银蛇折腾了一顿后 身上的衣服有些凌乱 张兰赫见证直接扭头回避 没走几步谢回舟便拽住了他的衣角 那个 博师 可以帮我一下吗 这个衣服我真的搞不明白 应奸绩得逞的张兰赫此刻十分愉悦 当然可以 张兰赫替谢回舟更衣完毕 他转身拿下挂在墙上的配件 殿下 宫中小人是非多 陈带您入宫吧 不一会儿二人便抵达了皇宫 在长治太监的传唤下 他们进了养心殿 这是谢回舟第一次见到皇帝 他看像那道伟案一样的身影 规规矩矩的行了个领 皇帝在打量着他 两久后才敢敢道 起来吧 你也长大了 越来越像你的母妃了 皇帝和他寒暄了几句 维持一下约等于无的父子之情后 就不再继续管他了 比起一项不受他重视的谢回舟 他更在意从一开始 就站在旁边的国师张兰赫 心想张兰赫愿意接手 谢回舟这个烂摊子 又寸步不离地 跟他来养心便是怎么个事 皇帝假装关心了一下 张兰赫的感情生活 听说前段时间国师一直在寻人 不知是何人 找到了吗 找到的话需不需要 赠给你们赐婚 听到皇帝说的话 谢回舟身体僵了一瞬 张兰赫想都没想就回绝了皇帝 不必 臣还没找到 闻言身旁的谢回舟松了口气 皇帝催婚不成不死心 左右都得搞点动静来心里才舒服 于是把枪口指向了谢回舟 周二你也老大不小 是时候该娶个皇妃了 皇帝看着波兰不惊的谢回舟 脸上出现了些许诧异 看到他不自在了这才舒服 谢回舟思来想去 他目前对姑娘没什么兴趣 但脑海里倒是会经常浮现出 张兰赫那张妖艺的俊敏 好奇怪 为什么说起心意之人 他第一时间想到了国师的脸 心想这也许是画人家的黄图画到魔证了吧 谢回舟老实地回答皇帝 儿臣没有心意之人 兴许以后会有 这不正中皇帝下怀了吗 没有也不打紧 父皇给你寻个好 皇帝脑中闪过了很多不错的皇妃人选 揭示忠臣之后 安插在谢回舟身边 还可以顺便监视他和国师的动静 镇这里刚好有画像 择日不如今日 皇儿你好好看看喜欢哪个姑娘 正为你们做主赐婚 皇帝有备而来 一个眼神是一天生太监 把早就准备好的画像递给谢回舟 见状身旁的张兰赫脸都黑掉了大板 太监抬眼对上张兰赫的双眸 他仿佛看到了和对面的太奶正在向他招手 张兰赫不动声色地用于光观察谢回舟的动静 心中忐忑谢回舟的决定 张兰赫心想若是谢回舟真的在这里寻到了真爱 那他就过去抢婚 然后把人私藏起 谢回舟没有打开画卷 他毫不犹豫地回绝了皇帝 见状皇帝的脸色当即缠了下 心想谢回舟这是在外边养眼 连亲生父亲的决定都敢忤逆 更何况他还是个皇帝 不要面子的嘛 谢回舟一时间有些不知所福 张兰赫也不想让这个话题继续下去 他随口把这件事给接了下来 陛下 不如让臣替酒店下把把关吧 闻言皇帝难得看顺眼了过失 拿小的放心了不到两秒 他就听到了张兰赫嘴中 各种尖酸刻薄的评价 这个没有酒店下好看 臣怕他自卑 还有这个 臣掐指一算 他与酒店下八字不合 杰青容易反目成仇 还有这个 这个 家势低了点 配酒皇子起码得一品大臣 臣觉得不太合适 张兰赫百般挑剔 愣是把每一个人都说得一无是处 既然国师都这么说了 如果皇帝再让谢回舟取的话 就不礼貌了 此刻的张兰赫心想 还好跟着谢回舟过来 不然还没追到手的老婆 就要变成别人的项目 堂堂国师 进成了皇子的变态私生妇 不是今天送一些有颜色的画册 就是明天将人掳到小巷子里 提供特殊服务 就在刚刚 谢回舟和张兰赫离开了皇宫后 谢回舟再也不想见到皇帝了 难得见一次面开口就是催婚 这谁受的呢 随着科举时间的接近 谢回舟要抓紧时间处理此事才行 一大清早谢回舟就去了利部 利部尚书早就带着人在那里等候 一见到他都上来嘘寒问暖 一个比一个会看人眼色 彩虹屁吹的谢回舟耳朵都快起检子了 打了个长长的哈欠 甚至觉得还不如回去继续画皇图有意思 利部的同僚听闻谢回舟最近跟国师走得很近 神经兮兮兮地乱打 听说国师府上藏了个美人 酒店下有没有看到他长得怎么样 谢回舟一头雾水 心想国师府上不就国师一个美人吗 怎么还有别人 他时不时去国师府上听蟑螂和念叨说脚 就没看到有别的美人 但话的皇图倒是越来越多 同僚见谢回舟不慎理解 恨铁不成钢地提醒他 就是之前那个骂国师有影集 不是真男人的那个少女吗 殿下您难道没有听说过吗 谢回舟恍然大悟 倒也不必说得这么详细 毕竟是他造谣的他心里清楚 这个呀 听说过 最近可是又有什么传闻啊 有传闻说是找到了 就在国师府里求生不得求死不能吧 快告诉我们是怎么样一个倾国倾城的美人 能让国师念念不忘 力部大小官员都好奇地看向了谢回舟 毕竟能进入国师府又全身而退的人并不多 谢回舟就是其中一个 国师如此重视九皇子 说不定他能知道一点内情 见状谢回舟有些尴尬 那个 国师府没有这个人 国师只是近日忙于为国祈福 暂且无心此事罢了 周围想起了此起彼伏的失望声 谢回舟都无语了 你们这群人可不要太八卦 因为科举的是 最近的谢回舟很忙 一边疯狂画他的春宫图 一边正经的出题 忙得脚不沾地 他正好用事物繁忙的借口 已经一段时间没去国师府 但又有新的麻烦寻上了他 最近还有一个陌生人 总是寄各种奇奇怪怪的信和礼物给他 就像随时随地都知道他在哪里一样 连暗卫也寻不到对方的踪迹 最重要的是这些信的内容 都相当的无耻下语 连经常画黄图的谢回舟看了都面红耳士 一边说是特别喜爱他的黄画 一边还夸他很漂亮想跟他澄清 此人的言语很是癫狂 而且这个家伙知道 他画画实用的笔名春斋居士 就是他九皇子谢回舟 谢回舟觉得这是个 一直在暗中偷窥他的变态 还是一个变态私生粉 他非常忌讳自己在别人面前掉马甲 这对他很不利 所以家派了人手 让暗卫一发现这人是谁就立刻打掉 忙完科举之事后 谢回舟心中高兴 又忘记了之前在酒楼里酒后务事的教训 他腰上理须他们几位好友一起去喝酒 而得知此事的张兰赫就不高兴了 他交代手下替他办一件事 文言手下有些不紧 大人 您不是想让殿下心甘情愿爱您吗 您这做的也不太像正常人 张兰赫长叹了一口气 眉眼忧郁像是正在为谢回舟忧心 殿下不经历风雨又怎知我这里最好 我只是想告诉殿下 在外边要小心些而已 在酒楼里 酒过三巡后 几人喝得烂醉如你 谢回舟脑袋昏昏沉沉 刚走出酒楼准备招手 让手下人把他带回去休息 乃至他刚走进马车停留的巷子里 还没来得及反应就被人从后面捂住口里 随后拖上了一辆陌生的马车 那人的力气很大 让本就喝得醉醺醺的谢回舟 无力反抗任人摆布 等安慰们一拥而上就人时 蒙面车夫已经快马加鞭 带着马车扬长而去 只留下一行人面面相去 谢回舟被人拥在怀里 手脚都被束缚住 就连眼睛都蒙上了黑纱 而国师送给谢回舟的那条 能保命的小白蛇却毫无动静 不妙 这种感觉很不妙 谢回舟冷静地跟身后之人谈判 你是谁 为何绑架我 你想要钱我可以给你 试图将他拆吃入腹的灼热目光 这让他鸡皮疙瘩都起了 完了 他跟这家酒楼饭冲 他每次过来跟好友喝酒 都会遇到不好的事 谢回舟这次还遇到变态了 堂堂国师进成了皇子的变态私生子 不是今天送一些有颜色的画册 就是明天将人掳到小巷子里 提供特殊服务 原来就在刚刚 谢回舟在酒楼里喝得烂醉如泥 带着昏昏沉沉的脑袋刚走出酒楼 还没来得及反应 就被人从背后捂住口鼻 随后拖上了一辆陌生的马车 谢回舟被人抱在怀里 手脚都被束缚住了 就连眼睛都蒙上了黑纱 无感应看不见而被放大 他能感受到身侧之人 在他脖梗上的呼吸声 还有试图将他拆吃入腹的灼热目光 谢回舟冷静地跟身后之人谈判 你是谁 为何绑架我 你想要钱我给你 只要不伤我这都好说 我最喜爱的画师 春斋居士 我送了那么多的信和礼物给你 你一直不搭理我 还偷偷地跟别人去喝酒 我生气了 这人的声音有点假 像是故意尾音出来的 这让他很难分辨究竟是谁 突然 谢回舟的脖子一疼 那人居然在砍他的脖子 还在他耳边恶作巨士地问他 你不如猜猜我是谁 马车摇摇晃晃 张兰赫的鼻瞳盯着谢回舟放红的耳根 期待他口中的答案 猜猜看 不准猜错 猜错了可是要受成统 张兰赫还不想在谢回舟的嘴里 听到别人的名字 如果谢回舟说出了别人的名字 他就立马赌上他的嘴 时隔了这么长时间 他依稀记得谢回舟很美味 想再品尝一番 在张兰赫的提醒中 谢回舟迅速想到了 最近总是给他送奇怪的信和礼物的变态 整个人都不好 你是那个没有署名的变态 不仅写下留的信 现在还当街绑架皇子 我是可以告关的 这种猪九族的事我劝你不要轻举妄斗 乃至张兰赫的回答甚是嚣张 你可以去告关 我还没见到有谁可以把我抓起来的 无论我做了什么 没有人可以抓住我 张兰赫只是恶趣味地想下谢回舟 没想着碰他 那次之后 谢回舟的身体一直没有养好 一直在好生养着 他还舍不得让他受伤 文言谢回舟憋红了脸骂他 你这个变态 我是个男人 你喜欢的是我的话 不是我 张兰赫确实喜欢谢回舟的话 但是也喜欢这个人 你喝了酒了 看看你现在这个样子 谁看了你这么样还可以把持得住 这不能怪我了 谢回舟面色潮红 发官脱落 头发凌乱 叶峰钻入了他的衣衫 让他本就瘦弱的身体瑟瑟发抖 眼角带着泪让人更想欺负了 张兰赫看着眼前的好风光 由衷地赞美道 你真漂亮 等到官府的人找 你已经是我的人了 听出话中的别有用意 谢回舟两眼一黑 这个不知道是谁的变态 竟然缠他身子 你这个变态 别过来 谢回舟一个激动 气急攻心吐出了一口血 净数喷到了张兰赫的身上 血染红了谢回舟的唇 显得他脸色苍白又脆弱 精致又破碎 张兰赫被他这一边咳嗽 一边吐血的场面吓了一跳 本来一脸见兮兮的表情 立马严肃起来 他不由分说地握住了 谢回舟的手腕为他把握 这一看让他的心中 惊起了惊涛骇浪 他不敢置信地看着谢回舟 为何你身中剧毒 这么多年就没有一个太医察觉吗 原来谢回舟并非生来就并弱 是有人一直在给他下毒 日积月累下来 只要毒发他就会悄无声息死去 如果他暴毙而亡 在别人看来也是因为身体不好 不会有人发现哪里不对劲 本来在挣扎的谢回舟文言心中一沉 他一个从来不参与争权的人 居然还有人一直在给他下毒 他有气无力道 看来我命中注定会死了 不按原文走不死在张兰赫手中 也会死在身中剧毒中 就在这时 他突然听到对方说了一句郑重的话 我不会让你死的 我这里有一个法子救你 谢回舟疑惑 什么法子 谢回舟话刚说完 唇上就猝不及防地附上了温热柔软的东西 他蒙在黑部下的眼睛瞬间瞪圆了 这人居然在抢吻他 他和一个变态私生很接吻了 接受不了的他扭头试图避开 却被一双修长的手按住了后脑勺 别动 我不想让你死 我再帮你吸毒 谢回舟嘴里就像有蛇性子在扫荡一样 与此同时 他的腰上还缠上了什么东西 冰凉的鳞片正在磨杀着他的皮肤 这是束缚着他的巨大蛇尾 谢回舟瞬间头皮发麻 整个人都乍砍 不对 人是不会有尾巴的 更不会用有鳞片的尾巴 所以这个东西 他就不是个人 京城中就有关于蛇妖的传闻 坏了 传说成真了 他真被蛇妖给缠上了 谁家好人治病是靠嘴对嘴 哪知谢回舟竟还信了张兰赫的邪人 张兰赫也借治病的由头 狠狠欺负了一个谢回舟 就在刚刚 醉熏熏的谢回舟被张兰赫掳走 本想着惩罚一下 谢回舟这只不听话的小狐狸 谁承想张兰赫只是说了点骚话 还没动手 谢回舟就急得吐了一口血 吓得张兰赫立马收起 那副件兮兮的表情 他一脸严肃地给谢回舟把癌 发现他体内居然存着一股剧毒 早就听闻谢回舟从小体弱多病 前不久和张兰赫一夜荒唐后 更是养了大半个月 张兰赫还一度责怪自己 打晓得是有人在给自己老婆投毒呢 这个毒在谢回舟体内已经很久 虽然说不能立即致命 但日积月累下来 谢回舟必定会悄无声息地死去 到时候人们只会认为 这个体弱多病的九皇子是病死 张兰赫有些生气 你身中剧毒就没有一个太医察觉吗 文言本来在挣扎的谢回舟心中一沉 他一个从来不参与争权的人 居然还有人一直在给他下毒 他语气有些沉重 看来我命中注定会死啊 就在这时他耳边传来一句郑重的话 我不会让你死的 我这里有一个法子救你 谢回舟疑我 但还没来得及提出疑问 唇上就附上了一个温热柔软的东西 他蒙在黑布下的眼睛瞬间瞪人了 这人居然在强吻自己 谢回舟接受不了和一个变态私生粉接吻 他扭头试图避开 却被一双修长的手按住了后脑勺 别动 我不想让你死 我再帮你吸出体内的毒 说完谢回舟就感觉嘴里好似有蛇性子在扫荡 与此同时 他的腰上还缠上了什么东西 冰凉的鳞片磨杀着他的皮肤 这是束缚着他的巨大蛇尾 谢回舟瞬间头皮发麻 整个人都炸弹了 人是不会有尾巴的 更不会有鳞片的尾巴缠着他 所以 这个东西他就不是个人 京城中就有蛇妖一说 坏了 传说成真了 他真被蛇妖给缠上了 张兰赫将深入骨髓的毒 从谢回舟体内传到自己身上 虽然只是一小部分 但也足以让谢回舟喘息一段时间了 张兰赫身上已经背负了这个王朝的因果报应 本就是万劫不复的 若他这躯体能为心爱之人分担一等痛 那他也是甘愿的 剧毒在张兰赫的身上流淌 腐蚀着他的身体 拥有与谢回舟同样的痛苦让他欢愉不已 许久后他终于放开了谢回舟 现在我们都一起身中剧毒了 你若是毒发我也会跟着一起死 你可以放心了 谢回舟整个嘴都在发麻 他有气无力道 先别说这个 我们无冤无仇 无问无得又非亲非故 非常感谢你的帮忙 时候不早了 要不 你先把我放了 只听那人开口道 已经到了 谢回舟还没反应过来 双手已经被那人解开 随后放在了别宫门口 马车扬长而去 里面传来了最后的告别 小心你身边的所有人 不要相信他们任何人 谢回舟急忙摘下眼前的飞步 卢走他的人早已不见了踪影 虽说很害怕被蛇妖缠上 不过身体确实轻松了不少 他知道蛇妖是在救他 谢回舟愣愣地看着空无一人的街道 忽然身后传来李公公惊惊醒的声音 殿下 您可算是回来了 我们都准备去报关了 李公公一脸担忧地看着谢回舟 嘴里不停地问他有没有事 有没有受伤 谢回舟站在门口发了 李公公说的话一句也没听进去 他还在为自己被蛇妖缠上而感到震惊 心想完了 他本来还在因为博师的美貌 而怀疑自己的性取向 结果现在直接从性取向的问题变成了人外 李公公公见谢回舟不说话 他走近看了看 发现谢回舟的嘴唇红肿的厉害 衣衫也是凌乱不堪 一副刚被人吃了的模样 李公公脸上写满了担忧 我家殿下只是遇到惨花贼了 谢回舟有意隐瞒深重剧毒仪式 他暂时不信任别公众的这些人 也不想提及关于蛇妖的事 毕竟传出去对自己也没有什么好处 他瞎编了一个和朋友玩耍的理由蒙混过去 他还提醒李公公以后就不要再提及此事 都说一朝被蛇妖十年怕警生 在酒楼栽了两次后谢回舟再也不敢去 但那条变态蛇倒是挺轻快 每日不停歇地给他送来信件和礼物 他不敢回信 礼物很多都是价值连城的针斗 也不知道这蛇妖是从哪里弄来的 偶尔还会给他送来一些漂亮的银色鳞片 就像是真的在讨好心上人一样 他人的心意谢回舟丢也不是 不丢也不是 等有机会他还是要跟蛇妖说清楚 虽然很感激他的救命之恩 但是强扭着瓜不甜 人舌有别 他们真的不合适啊 这条不知名的蛇妖打着帮他吸毒的名义 每个一段时间就会来夜袭给他一个亲亲 这么多次下来谢回舟就是看不到蛇妖的模样 他一直不肯露面 声音也是用的尾声 谢回舟能确定的是蛇妖对他很熟悉 但不得不说 他的身体因为蛇妖而有所好转 就是这个亲亲吸毒大法让他有些尴尬 一些小说里解读喜欢用不肯描述的方法就算了 怎么到他这里后 吸一个毒都要亲亲 这完全不符合常理 谢回舟想到那强有力的蛇尾缠住他 让他无力逃跑只能备阔承受 他再怎么完成蚊香也没有玩人外的兴趣 一想到和蛇妖在一起他就头皮发麻 他想找个人问一问 指点一下迷惊 恰巧这时张兰赫带着一套崭新的官服上了门 殿下 这是内务府新定制的官服 可考之时您刚好可以穿 谢回舟看着张兰赫心想 真是说啥来啥 这不 专门搞玄学的人就来了 谢回舟凑到张兰赫身旁 一种安全感顿时犹然而生 博士 你有没有什么护身服之类的 我想要一个 文言张兰赫神色微点 他假意温柔体贴地为谢回舟化了护身服 殿下莫怕 有臣在 不会有任何人伤害到殿下的 谢回舟一脸感动之色 心想还是博士好 虽然他看起来不太像人 但是一直刻起手脸 从来不会干这种强迫他人轻轻的事 张兰赫看着沉浸在感动之中的谢回舟露出一脸邪笑 小坏蛋 防着我 张兰赫画的护身服没有假 确实可以防那些不怀好意之人 但防得了别人可防不住他自己 趁着给谢回舟送衣服之际 他暗中观察着别宫中的每一个人 他倒是要看看是哪个不想活命的 在给谢回舟下毒 别宫的太监宫女们都面无表情 暂时看不出来谁有问题 若不是谢回舟重情 而且这些又是一直照顾他的人 张兰赫早就宁可错杀一百 也不肯放过一个的将他们全给杀了 身为蛇蛇的国师 经常半夜来给不受宠的九皇子治病 但国师总是做好事不留名 导致九皇子至今只知道 给自己治病的是一条蛇妖 化街上集 张兰赫来别宫给谢回舟送科考师穿的衣服 谢回舟突然察觉到一向健康的张兰赫 最近脸色有点不对劲 而国师却说只是染了风寒而已 实则是和某人一样深重剧毒了 但这区区小毒对张兰赫来说问题不大 张兰赫不提此事 他把内务府新定制的官服递给谢回舟 谢回舟这才想起来还有科考这一场 既然马上到科考 那么小说里的剧情也要进入正馆了 谢回舟试了室内衣服合不合身 一向喜欢冷色衣服的谢回舟 此刻穿上了红衣端服 五官体型本就不错的他 穿上这一身红衣后显得眉眼越发精致 勾人的喊 张兰赫直勾勾地看着眼前之人 他产生了想把人藏起来的冲动 如此美丽的宝贝 定会引来不少基于他的人 他不想让别人看到他的宝贝 几天后科剧考试开始 谢回舟身着红色的贺衣官服 坐在考场当监考官 红色的官服衬托得他风姿错约 往那里一坐就是一道不错的风景 不少考生都看傻了眼 忽然想起来还在考试后 才忙着继续答题 作为监考官的谢回舟无聊至极 他时不时地会下去溜达几圈 有的人正在奋笔计书 而有的人则在骂骂咧咧 无出意外的话就是在骂他 毕竟谢回舟在出题时 可是结合了一些现代的变态考题呢 科举结束之后 考生们回到了客栈等待结果 谢回舟也在等待故事线的正式开始 很快到了接榜的时候 如原文里样 主角周燕青拿下了探花的位置 天子打算在穷林宴宴请众人 邀请了曹中官员一层前往 而谢回舟赫然也在名单之中 谢回舟收到消息 高兴地多画了几本黄图来清零 开始了开始 你追我赶的修罗厂要来了 谢回舟这个CP粉眼里满 是对现场吃瓜的项目 乃至穷林宴还未开始 成日忙于书局生意的李旭 又跑过来催谢回舟画画 上一本黄画大卖特卖 虽然剧情炸裂 但是仍有不少人在滕口地震中满了灰雪 他们越看越得进 越看越上头 毕竟谁不爱看高岭之花博士的花边故事 而且还是博士和将军的 博士和侯爷的 和宰相的 和这个那个的绝美艳情史 虽然看起来很假 又土又狗喜 但是他们古代人爱看 一般人是不敢在京城 明目张胆画博士的花边故事的 但春斋军事可不一样 此乃神人瘾 谢回舟被夸得有些不好意思 李旭赚到钱后就像疯了一样 直接不带怕的 他疯狂催促谢回舟赶紧出下一策 他还信誓旦旦地说 博士对这些下流的东西不感兴趣 他让谢回舟安心画画 博士他不看 一定不会出问题的 文言谢回舟都不好意思说了 他其实已经在博士府上 看到了自己的画作 见谢回舟犹豫不觉得 神态李虚诱导 你就大胆地去画吧 不会出问题的 我都去庙里问过大师了 大师说能画 而且还说若是坚持下去的话 说不定会收获一段不错的姻缘 文言谢回舟身体一笔 画黄雏结下的姻缘 那还是算了吧 这姻缘他不要也罢 毕竟就因为画画的是 刚被一个变态神妖缠上 他可不想又因此招惹上 什么阿猫阿狗 一个神妖就够他受的